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斯普拉盾3 Splatoon 3 本作的舞台位于上星地区 那是一片烈日高照的荒芜沙漠 沙漠的中心地带 是以混杂街道为主的满腿镇 许多热爱对战的鱿鱼和章鱼 皆聚集于此 鱿鱼和章鱼的时尚似乎也有所改变 如果你不允养的鱼,你倒充它在一层的重力 新技巧的蜘蛛鱼 去浮越肩堆了一声一声 而且蜘蛛鱼 去跳出鱼 在相当转移过 也被变成了 而且它是亮的像这样 刀剑神域,彼岸游镜,Sword Art Online,Alicization Lycoras,万代南梦宫宣布 本作将以9月29日登陆Switch平台游戏的MS版收录游戏本篇和远古使徒第一道四部 游戏是以动画中登场的Underworld为舞台 玩家化身为主角、同仁来进行冒险的RPG游戏 采用无接缝战斗系统 玩家可以灵活运用剑戟、技能、神射术、队伍连携来进行战斗 增添了动作要素的实时战斗模式 地下城3 Dunters Free 发行商宣布 这款广受好评的地下城建造模拟游戏将于9月15日面向Nintendo Switch玩家发售 但是,本次NS的欧美版、日版均不支持中文 中文支持相关的具体信息 请近代Asia Interactive晚些时候将会推出的亚洲版 本次移植包含了三个扩展包 以及游戏自发售以来的所有更新 使得地下城3 Switch版成为真正的决定版 太古达人 东东雷印记 Taco No Taxi Team 准备好与Dunchan一起击鼓吧 加入一个惊人的音乐冒险 独自或与朋友一起加入Dunchan和你的向导Kumokun 踏上成为太极大师的旅程 新的歌曲 模式和节奏冒险等待着你 76曲 グレンゲ 夜に駆ける ネガロバニア ボディアカレル曲ばかりさと 上手く叩けないところを練習できるの? そうだよ うわー! クモ級が変身したと はっはっはー 私が演奏の腕前を上達させてあげよう みんながしっかり叩けるように サポートするぞ これで上手になれるぞ 剑与魔法与学園任務 Adventure Academia The Fractured Continent 以剑与魔法与学園的世界位舞台的 本格派战略RPG登場 在奇幻世界的学園中 創建充满特色的学園们 組成队伍 挑战来襲的成群怪物 抓起橡胶吊飾風格的学園们 在战场上调度 获得勝利吧 ステージクリアで報酬ゲット パーティーを強化して 大陸の平和を取り戻そう 性灵物語 要水许可证 Potion Permit 夢不离的居民们 需要治疗 而你是附近最好的药技師 借助助助手的工具 調配干鍋 和一位狗狗伙伴 你将需要在这款 开放式的模拟RPG游戏中 诊断症状 收集原料 调配药剂 以及治疗疾病 不可鲁玛 No Place for Prairie 是一款像素画风的探索游戏 由Pleach Factory制作 游戏中玩家将扮演探险团角色 对抗魔幻大陆众多侵入人类的怪兽 本作模仿近期众多精品独立游戏 比如像素画风 简单操控 随机地图等等 游戏不包括升级机制 开发商称 游戏仅包括少量的文字信息 游戏聚焦技能 以策略玩法 相当具有挑战性 自由星球2 Freedom Planet 2 将于9月13日发售 本作是索尼克风格 盆版过关游戏 拥有四位 风格不同的 可操纵角色 在游戏的冒险模式中 玩家可以探索 各种区域 与各种动物模样的居民进行互动 还可以购买各种道具 收集各种物品 看水晶 在这个暗藏危机的国度 玩家需要努力阻止 敌人的邪恶阴谋 我们需要您探索一个侵犯 一大部分我们的武器和银 都幽默地消灭了 我一直以为 非常好 不管 我只会给他们一个 一路选择 供应该的100 hook 这世界必须希望 但比起来 月痕 Moon Skars 在冷酷的月光下 凶猛的黏土翼战士 灰恶马奋勇战斗 只为了一个孤独的目标 找到雕刻家 揭开他的存在之谜 将您的战斗技能推到极限 掌握新的能力 探索一个残酷的非线性2D世界 直面试图摧毁您的无情黑暗 在本作中 死亡乃幸存之母 随着您克服每个挑战 新的真相将被揭示 圣塔神迹 Trinity Trigger 是一款冒险类角色扮演游戏 在小村落 或者平凡生活的CN 在某天得知自己是被选中的混沌战士 于是和Iris以及Santis一起 踏上了汉命运抗争的旅途 所持上限のアップ 在某天得知自己是被选中的 小魔女诺贝塔 Lit Witch No Beta 小魔女诺贝塔 是一款3D动作射击游戏 玩家将在未知的古堡中探险 并搭配不同的魔法元素与生魂战斗 游戏采用偏日系舒服的美术风格 但战斗相当具有挑战性 对上敌人要寻找弱点 太过随性的攻击会陷入苦战 抓准时机攻击 回避 才能在战斗中取得优势 白色情人节 校园迷宫 White Day A Labyrinth Named School 由韩国开发商Sonori打造的恐怖游戏 主机版将于9月8日 在PS、Xbox和Switch平台正式推出 本作最初于2017年8月23日 在PC平台发售 是经典恐怖游戏 白色情人节系列作品 游戏中的高中校园 充满了各种神秘传说 主人公和女高校生们 由于某种原因被关在学校里 鬼秘且恐怖的事件 就此展开 开拓者 正义之怒 Pathfinder Rest of the Righteous 主机版将于9月29日 在S4和Xbox One以及Switch发行 这款策略RPG最初于2021年9月2日登陆PC 主机版将采用开拓者 正义之怒增强版 同时所有PC玩家 也可以在同一天获得免费升级 刀锋战神 Blade Assault 是一款2D平台Rogelite游戏 华丽的像素艺术 与科幻设定完美融合 玩家将作为地下城市的抵抗军 与埃斯佩兰萨的军队 进行战斗 与其他玩家合作 获取更强大的力量吧 柠檬蛋糕 重新恢复生机 画面可爱 轻松休闲的游戏 在温室里照料 为糕点提供原料的冻植物 再用餐高峰期 及时为顾客服务 预言奇谈 Fortails 是一款奇幻风格的叙事卡牌游戏 你将扮演主角 沃尔佩恩 以独特的视角 展开冒险 通过多种玩法风格 和故事线拯救世界 避免世界末日的来临 不同的选择 都将导向不同的结局 如果选择不当 也可能带来毁灭 准备好经历 这伟大的冒险了吗 格尔达 冬天的火焰 格尔达 A Flame in Winter 扮演来自一座丹麦小村庄的格尔达 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因二战期间 家乡被德军占领 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游戏灵感 源自现实生活中的事件 侧重叙事 且带有轻度角色扮演游戏要素 在游戏中 你需要选择要去何处 相信何人 以及如何行动 为了保护你真爱的人 你愿意做到什么地步呢 残阅之所公 Labyrinth of St. Getsu 故事舞台位于 人在顽强抵抗毁灭之末灾难的意图 残阅之城 这座城市属于拥有 类似中世纪日本文化的国家 克国 位于一翼升辉的月亮镇下方 有强力的魔法结界守护 意图召唤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幸存者 前往残阅 并挑选能力突出的灭墨者 奔赴最危险地区 所公Sakyu执行任务 来自深渊朝向黑暗的双星 Made in Abyss Finally Start Falling Into Darkness 发行商Spike Transoff正式宣布 本作将于2022年9月2日 登陆PS Switch Steam平台 游戏是采用虚幻式引擎打造的动画风格 ARPG 将包含原作故事线 与原作者图笔张人直笔的原创故事线 在原创故事线中 玩家将重新体验 TV动画中主角莉可 与雷谷 从最初的相视 以及到达监视基地等一系列剧情 玩家会遭遇很多原作角色 系列吉祥物的娜娜奇 自然也有登场 原创剧情部分 也将由TV动画声优进行配音 勇者斗恶龙时 觉醒的五个种族 离线版 Dragon Quest X MMORPG的单机版 玩家可以离线体验游戏内容 同时 游戏角色也进行了Q版处理 看起来更加可爱 游戏世界设置于新大陆阿斯特鲁地亚 在这里 人类与五大种族 和谐共处 玩家将在这里 展开壮丽的冒险 温洛谷的生活 农场历险记 Life in Willowdale Farm Attentions 欢迎来到威洛戴尔 你的农业和冒险生活 从这里开始 曾经欣欣向荣的威洛戴尔镇 现在已成废墟 是长有商业头脑的女儿佩妮 抓住了这个机会 使小镇现代化 动物们感到被遗弃了 现在停止这些更改 是否为时已晚 神灵编年史 Ladio Fuel Chronicle Square Enix的战略角色扮演星座 以融合奇幻 中世纪与现代的世界观 是一部全新军事战技型策略模拟RPG游戏 本作的特征是 独特的精致画面 与崭新 且深奥的即时战斗系统 玩家将扮演蓝狐狸勇兵团 体会扣人心弦的故事 肺料奇手 Scrap Riders 是由西班牙工作室 Games for Tutti开发的 一款以赛博朋克未来未背景的 像素美术打斗冒险游戏 你将扮演一名 名叫Rest的飞车党成员 它将穿越一片荒地 以及一个 由大公司控制的大都市 玩家可以体验到 一个带着刻薄幽默的走私犯 在这个后世界末日的世界里 如何生存 电气马戏团 Surcus Electric 以另一历史时期伦敦 最著名的娱乐节目命名 将引人入胜 故事驱动的角色扮演战术 和马戏团管理 与蒸汽朋克风格完美结合 普普通通的伦敦市民 突然神秘的 变为了冷阔无情的杀手 在此危机之时 只有Surcus Electric 天赋一柄的艺人们 才能拯救这座城市 乐高大乱斗 Lego Bros 在Lego宇宙中的第一个团队行动 格斗家套装中 梦想出终极迷你格斗家 并通过你最喜欢的Lego主题相搭配 与家人或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玩 看看你在竞争中的表现如何 NBA 2K 23 NBA 2K 23 打握机会 在游戏中发掘你的全部潜力 在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球员面前证明自己 并在辉煌生涯中展示你的天赋 在梦幻球队中 将全明星与永恒传奇配队 作为一名传奇经理 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王朝 或在终极联盟中 领导NBA走向新的方向 现在就开始游戏 与NBA或WNBA球队进行较量 感受逼真的游戏体验 你会如何照之极战 连环清道夫 Cereal Cleaners 是一款俯视角前行动作游戏 玩家将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 体验替黑帮打扫犯罪现场的生活 选择扮演四名风格迥异的清道夫 清理他们的人生故事 Cereal Clea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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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jo的奇妙冒险群星之战重制版 Zojo's Berser Accenture All-Star Battle 2 是Bandai Namco于2013年 在PlayStation 3发行的游戏重制版 预告中展示了游戏保持作者 荒木飞旅艳 标志性的美学风格 还找来了动画声优原版人马亲自配音 游戏快节奏动作 与华丽连击 将为玩家带来爽感十足的游玩体验 并将带来包括乔纳森 乔斯达 空调城太郎等等 多达50位角色 Zojo's Berser Zojo's Berser TemTem 于2022年1月22日 以抢先体验形式在Steam上推出 现确认将于9月6日脱离抢先体验 并再登陆Xbox和Switch主机平台 游戏是一款大型多人生物收集类冒险游戏 与你的腾兽小队一起 在美丽的爱邦群岛寻求冒险 捕捉各种腾兽 与其他巡兽式战斗 订制自己的房子 加入好友的冒险之旅 或者探索动态的网络世界 迪士尼梦幻星谷 Disney Dreamlight Valley 将于2022年9月6日起 在PC和主机上 抢先体验进行游戏 游戏由Game of開发 是一款生活模拟 和冒险游戏的结合体 拥有丰富的任务 探索 几机引人入胜的活动 迪士尼和皮克斯的新老朋友 均会登场 汪汪队立大功 锦标赛 Core Patrol Grand Prix 与好友一起参加这项多人锦标赛 你可以挑选自己最喜爱的狗狗 包括阿琪 天天或毛毛 但要多加小心 因为鬼鬼祟祟的韩丁娜市长 随时可能出现 把你们的比赛 变成一场疯狂的灾难吧 电锯交娃 Censo Club 外星的入侵者 猖獗肆虐 不论去了什么地方 不论遇到什么人 都会破坏 残杀 他们一旦死去 就会留下生力 这是一种超级神奇的能源 走进Censo Club 化身这里的战事 奋力拯救这个世界 他们利用外星敌人的生力强化自己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看着十分可爱 但是他们会欢快 残忍地消灭所有碍事的威胁 哈克小镇 哈扣Live 是一款悠闲放松 且能让您尽情发挥创意的 社区模拟游戏 搭火车来到哈扣小镇 在新家安顿下来 这座僻静的村庄 需要您的帮助 让这里成为人人喜爱的 迷人乡村小镇 利用手上的锤子和油漆 您将能随心所欲地 为所有新朋友设计 建造并装饰房屋 暴君的游戏 Despot's Game 即将结束 EA抢先体验 1.0正式版 将于9月15日推出 游戏是一款 带有Roblake元素的策略冒险游戏 建立一支人类队伍 选择他们 成为法师 忍者 萨满等数十种职业 并分配技能 游戏中的地牢 每一次都是随机生成的 如果你击败怪物生存下来 将遭遇其他人类队伍的终极对决 寻龙高手 九届龙族传说 Dreamworks Dribbles Latants of the Nine Realms 在这片无人之境中 尽情飞翔俯冲 体会风略龙灵时的微妙感受 利用你的速度 龙尾和龙爪 击败是军力敌的对手 和挡你去路的巨龙头目 选择可解锁的新技能和力量 升级雷霆和他的朋友们 让他们成为终极飞龙英雄 埃罗哈特 Earheart 是一款俯视角动作冒险RPT 灵感来源于经典游戏作品 踏上一场史诗奇旅 从邪恶危机中拯救世界 在这个关于背叛 悲痛与救赎的故事中 是练你的心灵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